蔡英文 支持者的熱情小英主席感受到了 登高一呼炮火四射 炮口不忘對準馬政府 在建國白年 兩個晚上 四點幾個表演 就花2億1500萬 這是不是很多錢 我不是說政府不可以花錢 我是說政府如果花錢 你要省得花 要花得有效率 要有效力 蔡英文拿出小豬鋪滿 希望大家用行動 支持三隻小豬的活動 聚集更多力量 對抗大怪獸 我們這位來打拼 極其穿我們和上算他們 島內天王蘇貞昌謝長廷 游錫坤三人聯合造勢 高雄市大家長陳菊也倒休庭 選戰倒數計時 民進黨團結力量大 2012總統大選這一戰 民進黨一定要保住綠地 而且要保得漂亮 好 那麼這個是中國時報今天 今天說這個 如果是馬蔡兩個人 那是差3.3% 那麼如果是三卡都 只差4.1% 顯然好像宋楚瑜拉到蔡英文的票 這其實很奇怪 那麼按照TPPS 上個禮拜五 最新的是 兩個人馬英九跟蔡英文 已經拉到只剩下3% 38比35 這是有史以來最近的 大概 中國時報其實也差不多 就是說 兩個人已經是 這個拉到最近 先請教徐老師為什麼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兩個差距3-4% 這個情況已經一段時間了 因為他是每天晚上都做 代表怎樣 這選情很穩定 我意思說如果中國時報 差是到3-4% 而且有機構效應的話 我真的覺得說 你可以說小英現在是贏的狀態 同樣的情況在T台也是這個樣子 3%是他有史以來最接近的 所以我看了中國時報這個 兩個差3% 三個竟然差4.1% 我覺得民黨要不要拿十一席立委去勸 宋楚瑜不要選 宋以 是誰在戳宋楚瑜 是國民黨這邊在戳宋楚瑜 民調竟然是什麼 宋楚瑜參選 小英跟這個 馬英九竟然差距會比較大嗎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 宋以同樣的 誰在焦慮 范蘭在焦慮 看到小豬的時候 是范蘭在焦慮嗎 沒有 是范蘭在焦慮 所以常富於民眾的話 都可以講得出來 這種民調出來 我相信范蘭不會相信說 宋楚瑜參選 我們竟然會 比贏小英還多一點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 這個結構是越來越清楚了 在宋楚瑜參選的情況之下 在目前這個氣勢的情況之下 你等一下可能會看未來事件交易所 這是為什麼 小英在看好度上 現在持續領先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選舉 越來越進入一個軌道上面 很多人講是黃金交叉 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小英的氣勢越來越往上 會超過一個點 這個點搞不好是過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要看 三支小豬運動 或小英 未來不論是台三線 或之後進台北城 你只要能把這個氣勢延續下去 我覺得這個選舉的路徑應該是很清楚 我們再看一個新聞 這是今天自由時報寫的 他訪問是藍軍黨政人士說 有關老農軍跟和平協議公投 這讓馬英九減分 基層已經對馬英九的選情感到憂慮 擔心保不住執政權 他有引述 國策顧問陳丁雲 這是國民黨的 證實 他在記載 比較少聽到類似情況 一個月前 陳丁雲評估馬英九至少能贏蔡英文 30到50萬票 一個月前 但近月來 包括老農軍隊加碼 以及和平協議公投 所引起的爭議 都被視為對馬英九選情造成傷害 再不想辦法 選情不容樂觀 吳伯雄是在美國受訪 他說目前藍營鬥志不如四年前 他也認為十分緊繃 另外是他沒有據名的一個人士 國民黨的人士說 對馬英九選情的衝擊 將持續擴大 宋楚瑜的參選 當雙英差距有限的時候 宋楚瑜就算只拿幾十萬票 對馬英九也是不利的 黨政人士說 他聽到一些本土意識 比較鮮明的藍軍支持者 表示沒有辦法接受馬英九的 所謂和平協議的主張 認為馬英九太急著拋和平協議 令他們擔心 台灣是否要提早 跟中國政治談判 來 我相信每一種因素 都有影響到民調和選情 但是我們這樣說 說最近這些 如果贏的通牌佈座 民調給你覺得很奇怪很奇怪 我們也不說過 這間佈座的民調 不可能會去做創英文會超級 會贏 會贏 他的底線就是在那幾趴幾趴 都要去做 我覺得中午事後 你不要讓我去做 你就做一片給我看看 另外一間佈座 現在這幾天都不在做民調 到底什麼原因不知道 所以不可以做 所以這可以讓大家參考 但是今天有一個高雄的朋友 有口音給我 說電視盤的高雄那裡 說是七萬人不寄 因為你協助去 你看得到 看不到那些路 根本都不通 都人 根本就沒辦法進去 那些都不算進去 所以不管人多 那是你的感受 我只記一下就好了 這種感受 不是只要看創英文 現在感受 他一直在 落到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你知道嗎 早上那大大的 在泰山 賀寶恩的政策 客人一萬人 一萬人一萬人 沒一個趟 我在想說 你如果董環來 不然大家都沒福氣了 沒一個趟 我說 我覺得 只有蔡英文的應用 所有人都要 理會合選人的氣勢都要 大家要看 大家要期待 大家要等 那個應用路一直拖 一直拖 所以你只會說 我有蔡英文的政策 男朋友這麼鬆快 我也不知道 蔡英文的政策 幾萬 三萬五萬七萬 沒關係 你去看 因為選總統 現在連立法委員的政策 那些都會掛到 有些是要去抵襲 有些 那些路 那些複雜 複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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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要講的等一下是這裡 謝謝你說 其實 這個民調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顯示出他的看好度 過去 蔡英文的看好度 是連續領先三個半月 一直到十月二人 那一段時間是讓民進黨真的一個壓力 連總幹事在我們內部幹部會議都講話 真的要想辦法把我們的候選人的看好度拉起來 其中我們剛才有講的幾個事件的轉折 那也非常的符合 我們能夠在這個民調裡面贏最多是十月十月 他可能覺得贏最多 所以十月十月就提出兩岸和平協議 那就開始一個大轉變 然後馬英祖最後領先是當時 十月二十六號 那三支小數運動是十月二五牽出來 那時候就開始有一個很大的轉變 那麼我覺得 這個總統的選舉 這個很大型的選舉 中央是一個小小小 就是大家對那個小小小 他會越咬越熱 反映在選民的熱情 你說那個大集會場所 人多做之外的互動 你看小英的中 那個力道 那個真的是非常的熱 那你看幾乎同樣的時間 也都在台中 那個中 本來是人做 不要說要搶光而已 說人走一半 大家也不記得 其實2008年 媒體追蹤的焦點是馬 我覺得這種觀眾也對 因為馬英九不是歌星 他是演員 但是 他是總統 但是 如果是四年前 兩千塊美女 馬人叫他當時的水 他如果要切瓦 大家會喝奶 你看現在聽到 要切瓦 不然就走到沒辦法 因為我要講實質的 你說的水 當然這是我同意 其實有很多中間選民 或是比較遷難的 他跟我說 說再選馬總統 會簽和平協議 這個事讓他們不安 為什麼他們不安 他們說 以前他們認為 台灣要改變是50年後 簽什麼統一 和平協議 那是50年後的事 意思是說 如果我騷擾也 還不可以看到那個事情 但是他們說 不對 好像未來十年 他都會碰到 搞不好四年內 對 可是他想一想說 怎麼可能十年 馬英九在這一任 也只有四年 也就是說 你選馬總統 在四年 台灣就改變了 有可能就統一了 對 我認為真的行事逆轉 真的是你說的 和平協議那件事 如果農車相對民進黨的配 相對國民黨 沒有 農車是相對民進黨的配 但是和平協議 是相對國民黨的金貴 那真的是大黨相 三隻小豬還贊 我覺得馬英九的民調 應該 目前看不到 會再領先蔡英文 頂多是平手 因為那個紙已經下來了 已經下來了 這次的選舉 我幾個項目去看 我特別仔細去觀察群眾 因為我要看說 到底來聽的人 到底是 基本盤 還是說有一些中間選民出來 我觀察到 這次項目這麼劣 你說蔡英文的項目這麼劣 我在台上說話 露大雨 我在台上特別注意看 後面的人 如果不走 人又一直來 牽蝦 穿蝦 這樣就坐下去了 太山蝦不錯 好 南下真的身形很好的 身體很健康 我有特別注意看 不然我下來台下 我特別注意 觀察群眾 因為那個地方是社區 如果說住附近的人 應該都是牽蝦穿的 底褲穿的就來了 我注意看 現場有很多是 比如說 有那種職業婦女穿套裝的 還有衛裝 還有先生 那一看就知道 不是住附近的 可能開車來 從外地來 像這種的 我不覺得說 他是住附近的 所謂的基本盤 我一定會到的 這種的就是 比較中間選民 他想要來聽聽 他對這個好酸林 對這個勁動 可能有一點點 改變了 我想 搞不好他們過去是投馬英九的 但是對馬英九失望 所以 想要來聽聽看 我跟你們說一下 你說得有道理 給我票給你 我覺得這次選舉 跟以前 民進黨的最大不一樣的地方 大家看 都這麼難贏的 或是 那都基本盤 20萬人又說 選總統20萬票 怎麼會贏 不贏 但是你要注意看 那個熱情 不是只有基本盤熱 是很多中間選民 把對馬英九不滿 他那個情緒 投射到民進黨的場子 他是讓他這樣炒起來 才會這麼熱 你仔細看 大家都看到 未來世界交易所 蔡英文45.7 馬英九42 領先3.7 其實 後面這個數字 也很值得解讀 這是 交易總量 交易的口數 對 各十百 一千萬 十萬 百萬千 一千萬 蔡英文有 1038萬 馬英九幾萬 八百九十萬 八百九十萬 差兩百萬 宋主義四百零五萬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對蔡英文反而有興趣 不管是買還是賣 他是好商品 好商品才有人買 這個跟玩股票一樣 我只希望怎麼好像那個人氣比較旺 對啊 不好意思 我保證是說 蔡英文在東方那場 茂園那場 我們 將來沒有看到這種氣氛 就是說最近的選舉 大家對民眾 憲人是道歉 大家去拜票的時候 人家都說 我們民進黨要加油 說我們民進黨要加油 在東方那場的時候 過去 實在說 我們 因為這裡比較偏遠 所以做事一定要油淩車去 以前 說實在 一台油淩車 坐一二十個就沒 很難求 但是這邊 我在辦公室 去照的時候 不但好求 一台車都坐四十五個以上 我都騎著 而且我們本來說 幾台車都翻到十六台 所以大爆滿 在英文 英文營 是我們 稍微懶大於立的地方 過去有眷村的地方 但是 在辦人變國政所民會 人家都騎過一杯 騎過一杯 就是 在一個餐廳給他們 那一杯一杯 你們一杯一杯 結果外面一杯 這病不夠 無論萬馬上 手撐出來 所以這種氣勢 阿嬤我看你就是要救 監察院的大禮堂 對 監察院大禮堂 要來到台北 那我一般人也不能進 現在我講這點就是說 剛才有一個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他看見 說這個立委的選舉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我們應該要選擇一下 我現在看了很多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他的牽棒做的是 國民黨立委候選人 上面插蔡英文的機子 哪有可能 沒有我現在帶你來看 是你自己擋的嗎 沒有他自己擋的 他自己擋 我自己擋的 我聽說我帶你來看 不然我兩天送你來看 拍照 拍照 我再跟你說定情 拍照 拍照 真的 這個國民黨立委 上面插 對一個立委 廖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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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憑什麼說他自己擋 沒有 下面是不會水果的 上面做一個牽棒 很大的 上面插四肢 那就是揣英文的機子 他們不齊齊 廖政政 你每個地方都說 他跟阿彬家的管理多好 他現在都說他跟阿彬家 他沒有說他跟馬英雄 他說馬英雄 他說馬英雄 他把他跟他 沒有辦法 因為他做個大塊起雲 那時候富邦變白雲 他就是欺負他 所以他對馬英雄 白雲的財心是一點 第二點 現在馬英雄 是那些人來講 馬英雄是 雙腿的力勢 所以他一直用這樣拉 那這樣他藍綠也很調和 人家是看國民黨的黨 不敢插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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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有說 我現在有說 阿彬家之前過八年 什麼事情做不好 我們當時東山也沒有處理 18%也沒有處理 不是不該處理 無材料處理 因為國會沒辦法過半所 我說這樣下去 如果剛才觀眾朋友說 如果大家 把立委的選舉 用青蔗、五十、中青 講一講 以後 從創意我們東山 立委又一樣不過半 創意我們一樣 沒辦法做事 所以這八重力 好 胡老師要補充 很抱歉 稍待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先開放給大家的考驗 先休息進文告 好